第二步的話做什麼呢 第二步就是把原來的這個工作表裡面 針對假設產品別對不對 我覺得產品別第幾欄呢 第四欄 針對第四欄裡面的 做移除重複的東西 所謂移除重複就是說 我如果有重複的東西就移除掉 就會剩下來的就是 總共產品別裡面有幾個項目 有幾個項目 不是說全部 而是說有幾個項目 再來的話呢 就按照那個項目裡面篩選 有沒有篩選前面有講過 就是問題期裡面的那個 根據比如說資訊 你幫我篩選 查出來的話呢 就把資訊呢 放在新增的工作表裡面 所以新增工作表應該還有印象 然後再用什麼呢 再用回圈也是一樣 看有幾個 你就幫我回圈幾次 然後分別一個 就是說分別按照 我們查出來的結果 然後呢 把它放在 應該放的工作表裡面 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的放 有沒有 那放完之後 就是類似像這樣跑 我示範一次給我按確定 有沒有先刪掉對不對 然後呢 最後就出現了 那你可以按確定之後 按確定之後 這邊 就會分別是什麼 資訊的 所以這邊就會只有資訊 製造就只有製造 然後一之類推 政府啦等等的 所以這個地方要怎麼去做 這個動作 這個部分像產品也是一樣 按確定 刪掉之後有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看到 不過各位有沒有發現就是說 當我按確定的時候 我會先複製一個 複製一個什麼 複製一個工作表 然後去做移除重複 也會看到 所以我這邊 客戶名稱 按確定 他會先有一個問題 九瓜糊二 有沒有 然後呢 等到跑完之後 最後那個我要把它刪掉 把它刪掉 因為客戶名稱太多了 所以你會發現跑得比較慢一些些 你會發現實際上就是做重複的動作 那最後再把游標放在問題九裡面 那另外還有一個用那個什麼 資料庫 我們第一個方式是用篩選 篩選的話 是從那個ecel裡面篩選出來 那另外當然你也可以變通一下 因為篩選 實際上就篩選之後Ctrl C 全選Ctrl V貼過去 那這個方式的話 如果用在小量資料是OK的 可是大量資料 會不太適合 所以還是需要用資料庫 那這個部分前面有講過了 所以我想後面我們再來談 OK 那所以大概流程是這樣子 那怎麼做 這一個 結果出來 其實我們慢慢一步一步來做了 第一個我們先從業務開始 三然後再一個一個蘿蔔一個坑 通通做完了 那再來的話 OK 那各位也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說這邊有幾個範 有幾個畫面 我們等一下足以來看好了 所以請各位先開啟那個問題 9 那怎麼來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先了解一下這個邏輯 那等一下再教各位 如果你將來有一個工作表 你希望按照哪一個欄位去讓他 自動幫你去篩選資料 自動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 怎麼做 其實這個延伸性還蠻大的 一般人的工作 資料表裡面應該蠻多資料 可以做這些動作 我們先來解釋 我先來解釋 這個東西 我先來解釋 來解釋 我們來解釋